港式西米露一碗要破百了耶 今天教你做一大鍋 芋頭西米露 芋頭礦來了 哈哈 我也很喜歡吃芋頭 而且呢 芋頭礦的人都喜歡在冰箱裡面 隨時拿出來就可以吃到芋頭 今天呢 來做這一道 非常好吃又美味的甜點 今天用電鍋做喔 來做這個芋頭西米露 芋頭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用的是大甲芋頭 要把它切小塊一點點 因為我希望這個芋頭西米露呢 我還吃到有點就是這個 芋頭的這個顆粒感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大小 旁邊如果劃掉呢 還有這樣一小顆的那種作用 記得芋頭的部分呢 你如果有洗過了 你就一定要把它擦乾再來切 避免呢 你的手會過敏 會癢 好了 之後呢 鋪平 芋頭這個裡面呢 我習慣就是大約 加了一杯水在這個裡面 芋頭吸了這個水分之後呢 在蒸煮的時候 軟綿度我覺得會比較好 然後外鍋的部分呢 加到一杯半的這個水 把這個芋頭放進來 蓋上蓋子 直接切下去讓它蒸煮 同時呢 我們來煮這個西米露 今天用到的西米露的份量是 100克 所以呢 水的部分要兌到1000cc 就是它的10倍 那為什麼要兌到10倍的原因呢 當西米露在煮的時候呢 越熟的時候會像勾芡一樣 所以你的水分必須要多 如果不夠多的話 你整個煮起來都是像芡汁一樣 你的西米露不會透 也不會熟 這個要切記一下 水滾之後 拿一個湯勺 先讓它轉一下 再把這個西米露把它倒進來 這個作用呢 就是預防你西米露整碗 倒進來之後呢 整個的濃稠度會黏在這個鍋底 所以現在我還在拿轉圈圈拿轉 也不會讓這個西米露呢 就是兩三顆三四顆全部結在一起 所以西米露不能直接用電鍋蒸啊 直接用電鍋蒸呢 蒸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整塊 像蚵仔煎一樣 所以其實不建議放到裡面 因為你看 電鍋在蒸的時候 它會呈現在底部 熟了之後呢 它全部會黏在底下 包括我現在 所有的這個西米露 它在這個滾水裡面 就是在滾沸 這個時候煮西米露呢 不要加鍋蓋 蓋上蓋子呢 很容易會溢出來 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呢 加鍋蓋是什麼時候呢 我們大概煮10分鐘之後 我把它關火 再加鍋蓋來燜 也必須要再燜個10分鐘左右 所以呢 前前後大概20分鐘左右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看這個西米露透了沒 如果是透了 我們就可以拿出來 用清潔的水 就是用飲釀水 把它稍微洗一下 你就可以放涼 然後來做存放的動作 大約10分鐘了 你看這個濃稠度 整個沸騰的那個泡泡就變大了 那表示說它的溫度已經大約可能在 六七分左右 不能再煮下去了 整個會化開 把火關掉 蓋上蓋子 我們再讓它燜個10分鐘 再把它取出來 已經燜了10分鐘左右 可以先撈一些上來 完全透明 中間如果還有一點點的那種 白色的那種點點 表示說還沒透 你再燜一下下就好 準備一個碗 把它濾出來 稍微動一下 要讓你的這個西米露的部分呢 軟Q 一定要再過一下這個冷水 就把它泡到冷水裡面來 第一個讓它降溫 第二個讓你的西米露的澱粉質 稍微洗一下 也讓你的這個西米露的形狀更好看 更漂亮 電鍋也跳起來了 這個時候 電鍋就把它取出來 趁熱的時候取出來的原因就是呢 我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這個糖放進來 用芋頭的熱度 順便拿一個壓泥器 第一個搞成泥狀 第二個 讓我的糖的部分呢 融到芋頭的這個醬汁裡面去 它就有點密的效果 其他的部分呢 還是要留一些這個有大顆粒 鮮奶直接把它倒進來 第一個 讓它降溫 第二個 讓你的鮮奶跟這個芋頭 拌在一起 你就可以拿這個湯勺 在這個底下 把它拌一拌 那有的人呢 會直接呢 倒到這個調理機裡面 去把它打成泥狀 不過呢 我還是喜歡有點像 芋頭顆粒 感覺在這個西米露裡面呢 它就很高級 再來就是椰奶 椰奶 椰奶椰漿都可以 這個時候就把它倒進來 如果是椰漿的部分呢 它本身會比較香 拌的過程呢 跟芋頭跟鮮奶做結合 剛做好 我們就可以來吃一個 溫溫熱熱的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放到 冰箱裡面去冰 來 完成了 你看港式那麼小啊 我們這麼一大碗 上菜吧